大家好 今天这期视频我是来给大家讲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这个事情我觉得真是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两天大陆那边天气非常炎热 但是有一则短视频还有一些照片 在网络上现在传的是不亦乐乎 给人们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带来了一次乐趣 这个视频的主角是杭州动物园的一只熊 网民说这只黑熊成金了 大家从这个视频还有一个照片能看到 这只熊的行为动作已经超出了人们意识中的那种熊 它已经进化的跟人差不多了 可以说是一个熊型的人 你看它站立的那个姿势 你看它走动的那个小碎步 包括它跨越那个小水沟的那个动作 完全跟人的行为举止是一样的 反而看见它不像是一只熊 你看它站立的时候 那个腰部特别挺拔 而且背上的皮毛出现了三个折皱 所以很多网友就提出了质疑 说这个黑熊是人扮的 那么紧接着杭州动物园出来逼摇了 说这个就是一个熊 但是它不是黑熊 它是马来熊 绝对不是人假扮的 所以目前在网上就展开了一个大讨论 有人说这个是一只熊 有人说这个熊是人假扮的 所以在这相持不下 当然我看了这个视频以后 我也觉得这个熊确实具有了人类的行为动作 但是它到底是真正的熊 还是人扮的熊呢 这个问题不光是一个笑话呀 而且确实具有了现实意义 因为在中国呢 前一段时间出现了一个鼠头压脖事件 而且进行了一个反转 那么现在网民就说 假如说它是一只真正的熊 那倒罢了 假如说它是人扮的熊 那这个性质比鼠头压脖还严重呢 对不对 所以呀 这个事情啊 目前没有定论 网民的讨论呢 也没有停止 那么我呢 就把这拿张照片 还有这个视频呢 给大家在这分享一下 大家看一看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们去当夏日里的一个乐趣吧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